那我们这一边看这一题,ok,然后在这一边呢,它就有这一个呃 一个圆圈,然后它告诉你它的radius是13,所以我知道它的radius是13 所以假设我的圆形在这一边的时候,我这一边来这一边是13 我这边来这边也是13,这个是我的圆形 然后它告诉你RS24,RS24的时候如果我这样除以直下来的时候,ok 这样我的这一边这个是O,然后假设我这一边,这一个我叫做M 然后这边我叫做M的情况之下,那么我就有一个直角三角形OMR 然后因为它的这一个跟这一个一样,所以它24的一半其实是12 所以这边是12,这边是13,所以我的OM呢,会是等于square root 13的square-12的square,因为它是属于短的嘛,所以我拿到的是5 然后过后呢,它告诉你那个PQ是10,PQ是10的时候呢 我这边是一个直角三角形,然后这边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边是13,因为它是radius嘛 然后过后呢,它这个10的一半就55 所以我这边我有了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个是垂直,然后这边是13,然后这边是5 所以我的OM呢,是短的,它是13的square-5的square,然后我拿到是12 所以我的OM是12,OM是5 所以我的那个,它题目要你找X,X其实是那个OM-OM 然后它就会变成12-5,然后我拿到的是7 OK,所以我拿到的是7 OK,题目这边它是给你 它的Belani给你的是U跟T OK,所以它的OU它拿到5 然后它的OT它拿到10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有两个直角三角形 OK,它这边它两个都画在同一边 一样了,其实你在这边它可以画成四个直角三角形 OK,只是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样 还看的比较明显一点点 OK,好